各位觀眾朋友,來找到適合自己的資格 這日水中是很用心安排這個學生到這個胖的工程去實體體驗 所有這個學生都是照自己的家裡 做了很多這個動物造型的胖 有這個羽毛也有這個大沉甸都有 事實說是頭一次自己做胖 不過這個學生對這個做胖都很有興趣也做出心得來 利用給我一個機會 這日水中的老師是帶著學生到的利水蒸瓜飛行 要來體驗自己做胖 蒸瓜飛行主人是來介紹這做胖的管理也有製作流程 另外也有介紹了行者來做胖的建築也有製作導賊 然後因為他們在畢業之後要面臨要選擇學校 所以帶他們來體驗烘焙方面、餐飲方面的學習這樣子 對,讓他們之後選擇學校的時候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性向 學生對這個麵包製作有興趣嗎 有些學生會有興趣 就類似職業探索這樣 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性向這樣 也可以了解說烘焙業之後 先讓他們體驗一下說之後工作啊 可能如果你要從事烘焙業 會面臨工作型態是什麼類型 那怎麼選擇專外花園 因為我們就是要究竟 這是我們當地社區了 所以我們就選擇這個專外花園的手工麵包房 而且現在食安的那個問題也是大家關注的議題 那這個老闆就是非常的有良心 像他所有限量都是自己準備 讓學生了解說 從事一個工作不只是說技術上 還有就是道德良心層面也要提升這樣子 原來國中的道士表示說 因為專外花園就是離水鄉在地店家 加上說這些 相當用心在在研究胖的製作 所以在這個學生來參觀後 也有DIY來做胖 學生也能開始做很多東西 也能了解這種行業是不是適合自己 大象 大象 蟑螂 蟑螂 這個做麵包 你有沒有 fácil的 比較好玩 應該就是純手工做的比較好玩 而且 麵包 其實麵包的同一個造型 菠蘿 都是同一個造型 可是現在做的話不同造型 高興嗎 現在來做這個做 我今天很高興 覺得做麵包好玩嗎 好玩的 我覺得今天到這裡很關心 很關心 然後大家都會拍到今天晚上這樣子 有趣啦 有趣啦 可以情形提供胖的這個製作 讓這些學生都覺得非常開心 對這個胖椰要出貨來實施 也提供了學生 選到這幾個類別的這個參考 中西新博恩小漢館 理髓報導